大秀高難度甩尾 德系豪車品牌旗下兩款性能跑車登台 GT63搭載AMG4.0升V8雙渦輪引擎 與一具電動馬達 這段馬力816匹 0百加速 只需2.8秒 而GT43更導入F1科技 讓性能再度升級 全世界的GT43內裝儀表版 是採用類似戰鬥機的形式 而中控台還有一個11.9吋的螢幕 可以控制一切的細節 內裝首次採2加2座以配置 後座更具備分離傾倒的功能 讓行李置物空間 擴充到675公升 實測能輕鬆放下兩套高爾夫球具 依舊能容納其他行李 兼具操架以及實用性 看好台灣市場成長 對手品牌也帶來最猛性能車 在堪稱綠色地獄的 紐柏林北環賽道 以7分15秒677的成績 融燈品牌最速量產車 台灣配合只有五輛 早就銷售一空 豪華車跨界搶超炮 這幾年已經成為趨勢 更打造性能子品牌 上是賓士有AMG BMW是EMPOWER 而AUDI則有RS系列 我覺得這個性能子品牌 經營的好的很大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可以兼顧到 很多層面的車主需求 超跑畢竟它的駕馭門感 還是比較高 然後實用性比較低 豪華量產車升級性能 靠著空間跟實用性的優勢 搶到超跑市場 同時滿足駕馭樂趣 與日常行駛 讓豪車性能子品牌 銷量年年成長 小燕修章提搶方向 三好報道